俄國出兵烏克蘭 已經一個月 美國總統拜登二十四號 一連參加北約 七大工業國集團G7 和歐盟理事會會議三場峰會 商討因應措施 北約重申 不會介入戰局 而接著來看我們的報導 這艘停泊在被俄國佔領的 博德揚斯克港的俄羅斯 大型登陸艦奧斯克號 有農煙冒出 烏克蘭海軍二十四號 通報急沈停泊在亞蘇海的 俄羅斯海軍運兵艦 位置接近被俄軍包圍的港式馬利波 另外還有兩艘惡艦也受損 俄方對此沒有立即回應 而馬利波飽受戰火蹂躏 等待人到援助的民眾大排長龍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物資運送目前也不順利 當天傍晚 第二大城哈爾科夫北方 傳出炮擊聲 並可見到民宅上方 有濃煙竄出 目前已知至少一棟房屋 被毀 附近的幾棟則是失火 美聯社記者見到救護車載走幾具遺體 在轟炸的同時 北約峰會登場 美國總統拜登展開忙碌的行程 宣布對烏克蘭超過10億美元人道援助 接納10萬名烏克蘭人來到美國與家人團聚 也對中俄兩國釋出重要訊息 中國認識 它的經濟未來 比中國更加密集於西方 比中國更加密集於西方 所以我希望他不會接受 我的答案是是對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繼續力促盟友提供有效 而且不受限制的支援 包括戰機 坦克 火箭 以及其他軍事裝備 另外 烏方表示 經由總統下令 雙方首度 進行完整交換戰服 更換回十名軍人 另一批換服則將一艘在奧德薩附近乘船 救起的十一名俄羅斯民間水手 換回十九名遭俄軍俘虜的烏克蘭平民船員 公視新聞黃雲林卑譯 你會找到主要的一種EE 在奧德薩附近乘船細佔 這部應該跟你講 不會